阿伯的玉三家會是誰呢 就是黃國昌 蔡碧如 跟黃珊三馬 喜歡觀點 來品觀點 歡迎收看 韋漢觀點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今天要跟大家講 欸 你們有玩過寶可夢 有玩過小智嗎 對不對 小火龍就是你了 小火龍 妙蛙種子 傑尼龜 初代的玉三家 有沒有 好 今天先從這個寶可夢 先從德川家康來開始跟大家談 我們的主題有兩個 其實同一個 阿伯的玉三家 阿伯的五三家 還有 阿伯不在 誰當家 我剛剛講寶可夢不是開玩笑 日本有個傳統叫玉三家 常常講便當玉三家 平成玉三家 演藝圈怎麼樣玉三家 什麼意思 就跟寶可夢遊戲一樣 小智就是男主角 請注意 玉三家不是來取代本家的 玉三家是來保護本家 或者是本家出現危機的時候 我要挺身而出 叫玉三家 所以小智他有好幾代 初代我記得 後來的我有點搞不清楚 小火龍 金尼龜 跟妙蛙種子 對不對 這三個是最中心 最貼近的玉三家 那為什麼今天講阿伯的玉三家呢 因為這個玉三家的概念 我跟大家講完大概就懂了 不是誰要取代柯文哲 而是誰來保護柯文哲 那民眾黨自己做決定 我們當評論員就把我們的觀察 跟看法講出來就好了 首先先跟大家講 五三家 他是什麼意思 玉三家 因為德川家康在德川幕府開啟之後 他覺得 如果我的本家有一天 他也算是怎麼講 有遠見 有 vision 如果我本家沒有男丁 沒有子嗣怎麼辦 誰要繼承我的將軍 對不對 一代一代傳下去 我要百年 事實上也弄了很久了 兩百多年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德川家康就選了他的第九個兒子 因為將軍不是傳給第九個兒子 可是第九個兒子 他的名字叫什麼名字 跟第十個兒子 德川賴宣 這兩個兒子他特別喜歡 可是他不能繼承我的將軍之位 但這兩個指定當什麼 當玉家 也就是說 他以後 如果本家沒有男丁的時候 由這兩家優先 挑選出男丁 因為也是德川家 只是不是直系的而已 來當 就叫分家 你有看那個霍雲仁就知道了 有沒有 那個白眼 對不對 他們就有本家跟分家之分 所以本家是德川家 分家呢 就是第九家德川一職 他是什麼 他是偉張家 因為他分到偉張凡 然後呢 第十家是德川賴宣 他是哪裡 他在紀州 也有人講紀伊 所以這兩家 那到了他第三代將軍 他是德川家康的時候呢 他又跟第十一家 德川賴房的子嗣呢 非常好 所以又把水戶 有沒有聽過水戶皇門 水戶王一出來後有沒有 啊 對不對 大家會想說又是黃金貴獸了 所以簡單講 德川家 就是這三家 偉張家 紀州家 或是紀伊家 以及呢 這個水戶家 這三家 他們負責在沒有子嗣的時候 趕快跑出來 第十五代的德川將軍就是這樣 從這個一橋那邊去 直接把他挑過來 OK 那這種狀況下 回過頭來看 那現在民眾黨柯文哲的狀況是什麼呢 阿伯的玉山家會是誰呢 那直接告訴你 阿伯玉山家 就是黃國昌 蔡碧如 跟黃珊珊嘛 這三個最忠心 跟最久 最被信任 最有權利 對不對 再講一次 黃國昌 黃珊珊 蔡碧如 阿伯的五三家 那為什麼要講到玉山家 因為現在本家遇爛了嘛 阿伯被關啊 那阿伯被關這件事情 基本上 就等他回來就好啦 你這邊惹什麼事 我不是民眾黨員 民眾黨員不用聽我的 但是我跟大家講 時事跟分析 好早好早好早之前 第一次啊 這個民眾黨辦那個聲明晚會的時候 我在我的廣播節目就 下了個標題 也講了一個小時 那民眾黨很多支持者也來罵 沒關係 不喜歡看就不要看 那我們評論員講的話 回頭印證對不對 看了就知道嘛 我當時就有寫了一篇文章叫做 一損俱損 一榮俱榮啊 什麼意思 有沒有看劉德華跟那個有沒有 王傑也那個什麼 至尊無上 秀恩 我跟你賭命 對不對 所有場上的那個賭注全部都下了以後 你要不是贏了 你就是被咬光了 就沒了 民眾黨跟柯文哲綁在一起 沒有登出機制 那柯文哲要是在司法案件當中 後面還有四個案子 全身而退 司法破壞 賴清德你是在幹什麼 柯文哲就會水漲船高 說不定還當選總統 對不對 那民眾黨就變執政黨了嘛 這叫一榮俱榮 但如果後來證明柯文哲有罪 甚至柯文哲甚至都還收會 現在目前沒有收會的證據了 我們就不談案情了 那這樣的話 你跟柯文哲綁死 沒有登出機制的狀態 民眾黨就拔布了嘛 我就說2026年也不用想任何縣市場 議員的話應該還有 但縣市場都沒有 No suit 所以要不要這麼做 黨內其實是有在討論的 那過往大家一直在談 在談 那民眾黨都不回答 可是這兩天呢 有新的民調出來的時候 你看黃郭昌昨天怎麼講 他說民調我們會參考 講的話的內容跟方式 就跟以前不太一樣了 很簡單因為 理性 務實 科學 我們的武漢觀點長期告訴你 要科學 要務實 而且要理性看待 這民調看起來對你好像不利 可是它是真的 那你怎麼辦 你要不要參考 兩份民調給大家看 首先是 台灣民意基金會的 這個民調當中呢 問說台灣人對 司法的信心有多少 結果呢 沒信心的將近一半 49.9 一半喔 那大家注意看 那可問者是不是政治迫害 同一個民調 54.6%不同意 等一下 有49%的人是對司法沒信心的 可是卻有56%的人認為 可是柯文哲這個不算政治迫害啊 所以代表說 有一半的人對政治沒信心喔 可是他們 況且不認為 柯文哲被政治迫害 那你 那你 你跑去這個地檢署 北院那邊 跟大家包圍 民眾黨沒有加分啊 是跟著一起陪進去啊 再來 看這個進電視的民調 它裡面講什麼 它直接就問了嘛 民眾黨號召要包圍地方法院跟地檢署 你贊不贊成 78.2% 將近八成都不贊成 說實在 現在誰會贊成 鐵粉收好而已嘛 所以你把中間選民給嚇到了 現在目前民眾黨聲援扣承的方式 我覺得容易啦 就是事後回頭再檢討 是傷到民眾黨還是幫到民眾黨 然後 三大黨的立委 民眾黨 國民黨跟民進黨 誰在立委表現最不滿意 結果呢 是民眾黨 59.6% 六成不滿意喔 那國民黨呢 53%不滿意 民進黨有43%不滿意 可是呢 民進黨滿意的是最高的 46.9% 所以整個政黨趨勢來變化 來看的話 現在已經是禁電視民調當中 大家看那個 Tiffany那條線 是民眾黨 他有史以來 這份民調公司有做 政黨支持度最低的一次 13.9%了 已經加上13.9% 柯文哲拿多少票 26%嘛 可是現在已經加上13點多了 第二個 那現在目前柯文哲 他被收押禁見這件事情 民眾黨支持者當然覺得 兩點嘛 只是土力而已 憑什麼收押 政治破壞啦 賴清德放人 大概就這個論述 可是你要看 民調顯示 60.1%的民眾 他是贊成法院 積押柯文哲啊 他未必 他未必是這個投給賴清德啊 但是他覺得說 對不對 我還算贊成啊 賴清德都有40%的選票啊 還有另外多20%的人認為 壓柯文哲還算贊同 或是非常贊同耶 六成耶 所以你不要再糾結他壓了 壓兩個月辦完起訴以後 也舉就放了 或許有其他案不一定 但你一直在那邊吵要放人 對民眾來講 並沒有什麼幫助的 再來 這個問題就是 第一次看到民調這樣問 就進到我們今天這一題的嘛 阿伯的玉山家 阿伯不在 誰當家 當有66.3%的人認為 那現在柯文哲怎麼辦 他被司法調查了 民眾黨該不該 另外 有人來主持黨務呢 也就是 柯文哲要不要辭去黨主席 或是暫停民眾黨的黨職 我再講一次 66.3%的民調支持者 認為應該 66.3% 三分之二了 所以在這樣中間之下的時候 他同時再問下一題 那誰呢 誰來代理主席呢 結果 讓我有點意外的是 黃國昌22.5% 這我不意外 因為他一定最高嘛 他現在是黨團的總召 開記者會佔C位 所以黃國昌最高 我不意外 那我比較意外的是 黃國昌其實也不算最高 因為有兩個人並列第一 就是蔡壁如也是22.5% 那這是第二個 這是我的第一個意外 蔡壁如居然跟黃國昌一樣高 第二個意外是 黃珊珊居然還有17.1% 他不是已經停權三年嗎 停權三年的人 你要叫他代理黨主席 回答民調 然後還沒回答 好 那所以以這個民調來看的話 來 那個豪哥給大家看一下 黃國昌22.5% 黃珊珊17.1% 蔡壁如22.5% 兩個人一樣高的時候 就進到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這三個人顯然就是玉三家嘛 雖然黃珊珊被停權 他跟柯文哲的關聯之深 副市長 競選總部總幹事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陳佩琪的專屬司機 打工都在陳佩琪啊 他是富人派啦 所以黃珊珊即使被停權 還佔有一席之地耶 如果這個 這個他們中評會臨時講說 好我們取消停權 說不定還回來 說不定還回來 但我覺得這個機率低啦 我把重點放在黃國昌 跟蔡壁如身上 為什麼會覺得意外就是 各位觀眾朋友 蔡壁如現在目前在幹嘛 台中市政府顧問嗎 立委有沒有選上 沒有 在立法院有什麼表現 像第一個會期 國會的改革無法 天天跟復婚期對嗆 然後呢 跟柯建民對罵 然後有辦法領導八席 決定重大法案 去憲法法題裡面 去論述嗎 都沒有 所以即使在舞台的曝光程度 跟黃國昌有這麼大的差距 居然在民眾黨的這個 就是民眾的心目當中 蔡壁如當代理主席的 這個支持度 跟黃國昌是一樣高的 22.5 這點讓我很驚訝 回過頭來 我不驚訝的部分 大家知道 2019年8月6號 民眾黨創黨的時候 是誰去 把那個民眾黨的那個 有沒有 政黨申請書傳真 嚇唬啊 我們要創立台灣民眾黨 然後 傳真傳到那些政府 你知道是誰嗎 大家知道是誰嗎 是蔡壁如 所以蔡壁如是台灣民眾黨的 創黨傳真人 所以 他跟這個黨遠遠很深 然後在剛炒創師出的時候 全台大眾走人是誰 把那個楊寶貞啊 什麼抓過來有沒有 就變成他的幕僚稱晚會 就是蔡壁如啊 所以蔡壁如其實 基本上在黨內他有 他有一群支持者 不是現在目前 黃珊珊跟陳志涵這一派 這一派算是夫人派 那黃國昌是立院的龍頭 他是總召 而且他有館長的支持 但蔡壁如呢 他有很多的民眾黨 創始黨員 這是事實啦 你看那天周瑜休 那個晚會的時候 蔡壁如身為台中市政府的顧問 他不方便上台 你不能上台 我下台啊 周瑜就走下來 跑去跟他講話 大家看以為他在台上沒有 他們站在下面 但是面對的 這個背對的舞台 所以大家以為他在台上 不是 所以很簡單的 黃國昌 蔡壁如 黃珊珊 阿伯的玉三家 阿伯不在 誰當家 講最後一個關鍵 可是他畢竟是本家啊 誰要取代他啊 誰能取代他 對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 剛剛我講的 德川的玉三家 不是來取代德川的 是來保住德川的 對不對 小火龍琴 尼龜跟這個 那是什麼 你要挖種子 他是保護小智的啊 不是講說小智 你下去換我來當對不對 爆可夢大師 不是啊 所以這三個人 都要忠心 都要互主 都要愛民眾黨 都要這個 互柯文哲 只是 每個人位置可能不一樣 那因為現在黃山停權 黃工昌在立院 而在黨務部分 其實 蔡壁如肯定比 黃工昌更熟嘛 就看後續他們中央 這個委員會怎麼 怎麼怎麼決定的 好那最後的關鍵就在這裡 欸不是說 哈囉 蔡壁如在台中做 哈囉 顧問的話 陳志然有講嘛 沒有你的事啦 你這個黨務的部分 你不能管 那很簡單啊 觀眾朋友 那簡單啊 蔡壁如可不可以不要幹 台中市政府顧問 那是怎樣 那個是 有綁約四年要幹完是不是 沒有嘛 如果蔡壁如為了要扛這個黨 最後他願意回來扛黨務 他台中市政府的 有幾職顧問的這個工作 他不要了 我連錢都不要了 心腿不要了 他回來 有沒有民政言順 而且我相信啊 我的政治判斷 就是當個評論員中有看法嘛 後續再驗證看對不對 應該民眾黨不會找一個 什麼代理主席啊 也不會重選一個主席 說柯主席在裡面很久 兩個月 四個月或以後怎麼樣 而是呢 應該是會找一個副主席 因為民眾黨沒有副主席 只要確定那個人是副主席 他是為了主席 在代行主席的職務 永遠主席就是柯文哲 只是他現在目前官司殘身而已 也沒有代理主席 但是多了一個副主席 那個副主席在主席不在的時候 阿伯不在誰當家 副主席當家 誰是副主席 就找這三個玉三家 以上是這個禮拜的 請大家訂閱 訂閱 分享開小鈴鐺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